啟德體育園現在進入最後施工階段 啟用後可以滿足運動、購物、餐廳的不同功能 還有70萬呎的零售和餐飲設施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於星期五見記者 表示啟德體育園目前的工程進度良好 將於急以暖底會落成 而體育園將於明治上半年體育 由現在去到啟用 我們尤其重視的就是疑問前期的準備功夫 因為啟用畢竟是全身的一個大型的基建 我們必須要做好的就是充足的測試和準備 除了會進行不同的試驗活動 在配套設施上 他亦表示必須要做到軟硬兼備 並提及他已經要求運輸局和民體旅局 確保周邊的交通配套到位 避免是可以有效地疏高到我們的觀眾 還有我們一定會按需要 如果有大型的工作 我們會加班 加班令我們的承載力更加大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